英文字幕 李宗盛 你一直把握起来的时候 你一直把握开 开始慢慢念头都不起来的时候 他的正德就有无想定 无想定 什么念头都不用想的 都不会想的 真的无想定 因为那时毕师傅没有教他 所以他自己乱修 正德就无想定 那等到他受終的時候 就是往生的時候 因為他贈得這無想定的緣故 所以就往生變成無想天人 這個無想天人 他有一個特色 他出生了之後 知道我出生了 那麼要死的時候 知道我死了 中間 很長的一段時間 腦筋完全不動 所以叫無想天 腦筋不動 諸位你想想看 車子如果久不動 車子會產生什麼變化 就會壞了 腦筋如果不動 會產生什麼變化 就變笨了 所以他從無想天結束之後 就頭身 就變成周立盤陀傑 周立盤陀傑 就是因為以前在無想天 所以腦筋都不動 這麼笨 所以周立盤陀傑 老師教他 因為他是個 這個叫婆羅門種 要不然只要叫廢陀 而且經典 叫他這個西丹兩個字 那叫西的時候 西 就叫丹 丹交完之後 那剛剛前面這什麼字呢 忘記了 前面叫西 那第二個字叫什麼呢 忘記了 叫丹 你知道吧 你們會不會這麼笨呢 你叫第二字 你第一個字忘記會不會 叫第一個字 第二字也忘記會嗎 應該不會吧 周立盤陀傑就這麼笨 這是有夠笨 所以腦筋不動啊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距今約兩千五百年前 印度居薩羅國的國都 社衛城住著一對兄弟 大哥摩科盤特記憶力特別的好 年輕的時候就被傳送為優秀的學者 在自己家裡招收弟子傳授學問 可是他的弟弟周立盤特 記憶力卻特別的差 做什麼都失敗 成為人們的笑柄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 這五個物質所混合而成的 首先第一個是金 金是不冷也不熱 擁有固定的形狀 接著第二個是木 是熱而變化 沒有一定的形狀 不行不行 我可以去那裡 等等 周立盤特 是 哥哥 你在幹什麼 我要救他 他好可憐哦 救救誰啊 救蚯蚓啊 哈哈哈哈 你照到陽光是會死的 快走啊 你果然不適合做學問 去別處玩吧 你果然不適合做學問 你在會妨礙別人 我沒有妨礙別人 只要你在就会妨碍别人 我想做学问吗 像哥哥一样伟大 你不要啰嗦了 赶快去别的地方 暂时不准回来 接着第三个是水 水是不冷也不热 我也想做学问 你也想像哥哥那样伟大 你说不行吗 我没有办法像哥哥那样 是不是 那我比哥哥差一点 那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哥哥 周历盘特 天已经黑了 快回家吧 刚才真是对不起 我说了很过分的话 过分的话 什么话 你已经忘了 真伤脑筋 伤脑筋 爸爸在临终的时候 要我好好照顾你 看来他真的猜中自己身后的事了 他真的猜中了 那时候 师尹尔系尔来到摄尔城附近的奇缘经社 许多人归宜成为弟子 一位朋友的劝告 磨科盘特也去听法了 而决心成为师尔的弟子 我也要去 你留下来 我也要去 成为那个叫什么人的弟子 世尊教得相当难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不知道了 我也要去 修行是很严格的 依我看你是没办法完成的 没办法 我也要去 随便你吧 那我就随便了 碍于父亲的遗言 摩科盘特也没办法 只好带着弟弟去奇缘惊涉 寂寞 是呀 遇 os 我是摩克盘特 他是我的弟弟 叫做周丽盘特 快点行礼 请让我摩克盘特 还有我弟弟周丽盘特 成为您的弟子 好吗 士顿 那位大哥非常优秀 可是他却有个 全城都知道的愚蠢的弟弟 那个弟弟我看 还是拒绝得好 别惹麻烦 齐达 是 我们做人绝不能够以貌取人 士顿 可是这 我的教法永远不分对象 对人们打开宽敞大门 我承认你们几个人的入门 太感激了 好痛 就等着看以后吧 就这样 盘特兄弟一起成为士尊的弟子 每天做严格的修行 大哥 摩克盘特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相对之下 小弟的周丽盘特 修行进度非常的缓慢 成为士尊的弟子必须遵守两百五十条的戒律 可是周丽盘特却连背都背不起来 再从头开始 要听好 不可杀动物 不可偷窃 不可说谎 你说说 你说看 给你个提示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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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不行 不想话 你说什么 要赶走我的弟弟 有他在 我们会连带成为世人的笑柄的 对 说的对 以后也会影响到士尊的名声 对 说的对 求求你们 至少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好吗 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 然后怎么样呢 我会展示 我弟弟他修行的成果 修行的成果 不可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自己会赶走他的 请等到那一天 拜托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感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这是因为佛的力量 下次集会那一天 你把这一些全部背给大家听 我吗 周利盘特 你如果这样背出来的话 大家都会承认你的修行的 不知道办不办得到 办不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到时候我就必须赶紧走 我是 我试试看 那你就跟着我念 首先是不做坏事 首先 首先 首先是多余的了 首先是多余的 哎呀笨蛋 你不好好跟着念 不做坏事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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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 坏事 你又忘了吗 快点想起来 不做坏事 不欺负动物 感到诸念皆空 就会远离无意的痛苦 早上到现在 听着听着 不知不觉 我都能 好伟大 那俩有什么伟大 你是伟人 不不不 我不是伟人 你别戏弄我了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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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了 我只能谈一句话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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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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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到别的地方去 哦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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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他的修行成果还真是惊人 对 对不对 你这个笨蛋 哥哥 哥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我不能留你这种笨蛋在这里 现在随便你去什么地方 你走吧 快走 我真的很傻吗 我真的是笨蛋吗 告诉我 告诉我 周利盘特 哥哥 你在伤心什么 师尊 讲给我听听 我 我被哥哥赶出来 再也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 我不能回家 无处可归 既然无处可归 那你就到我那去吧 到师尊宁那里 怎么 难道你不是我的弟子吗 可是哥哥说 像我这种傻瓜不能当世尊灵的弟子 周利盘特 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自己是傻瓜吗 哥哥这么说 大家也都这么说 我好像真的是傻瓜 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不是傻瓜了 发觉自己是傻瓜 发觉自己是傻瓜的人 就已经不是傻瓜了 来吧 是 我们先从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 比方说扫尘除垢 你背这句就好 我试试看 扫尘除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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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倒下 一开始,你拿着这把扫把打扫惊涉 每天边扫边念 那么你就不会忘记了 我知道了 是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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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士僧准与他留下来的伤脑筋 对啊,说的对啊 周里盘特,你扫得这么辛苦啊 辛苦了啊 辛苦了啊 那边还有垃圾啊 这边还有垃圾哦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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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里盘特每天不停地扫除其容金色 而且他的口中也一直唱着 是尽皆是士尊所教的那句话 扫尘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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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周丽盘特的扫帚很快的没多久就脏了 掉了这么多毛 拍拍就出现了灰尘 真是受不了 跟我的身体一样脏 扫尘除够 扫尘除 扫尘除够 好脏啊 我的身体 我的心更脏了 我知道了 世尊是叫我扫内心的尘 美心的够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扫尘除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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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教诲给他们 师尊 今天要派哪位到东边的京社去 我看派他吧 怎么可能呢 师尊 我想我弟弟 他一定办不到的 不行 我办不到啊 会被女弟子给笑死的 不不 他们会生气的 对啊 说的对啊 周丽盘特 周丽盘特 是 你办得到的 你一定可以 不必像其他人那样能言善道 你自有你的专长 放松你的心情 照心想的自然的做就行了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是 我试试看 嗯 阿南 你和周丽盘特一起去 是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 周丽 总算来了 后面的是阿南 他不是周丽盘特吗 哎呀 就是那个旺姓超雅的比丘 他来干什么呀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手上拿着扫帚 待会儿大概要替我们扫地吧 今天由周丽盘特来转达世尊的教诲 你讨厌 你讨厌 你怎么这样 这可是世尊 他亲自指明的请诚心安静的听讲 拜托了 讨厌 世尊到底在想什么吗 这分明不就是在看清我们吗 对不对 对呀 一定是这样的 你们放心 待会儿我一定亲自向世尊反映这个问题的 我 哎呦 这个人越看越脏啊 答对了 我的身体很脏 可是更脏的是我的心 世尊送我这把扫帚 要我边扫边念 扫尘除垢 这个我拜得到 我每天挥着扫帚不断的送唱 直到有一天 我看着变成破烂的扫帚 我才发现了 到底承是什么 够是什么 那就是我内心的承 我内心的够 我的心充满了欲望 充满了不满 世尊叫我扫的 就是这个内心的承够 欲望消失吧 愤怒消失吧 不满滚蛋吧 我扫了 每天我不断的挥扫着扫把来扫 可是再怎么扫 尘还是扫不完 一直一直的飞扬上来 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要放弃扫出扫垢吗 不 不对 即使尘够扫不完还是要扫 就是因为扫不完才要扫 我办得到只有这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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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那就是打破常识的雄辩吧 周历盘特的讲法 深深打动比丘尼门的内心 大家高兴的流泪啊 周历盘特领悟的好 这样就行了 在那之上的扫尘除垢 已经不是人的力量可及 所以才要靠佛的智慧 佛的拯救 是 谢谢您了 世尊 大家也应该注意 悟道不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 即使只是一句话 如果能正确了解它的深意 那么一样可以步上正道 像周历盘特那样 不 就因为遇上了周历盘特 我才有机会以别于常人的方法教导他真理 谢谢您 世尊 每个人各有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奇达 不是这样吗 对不起 世尊 我们的心态错误了 我们的心态错误了 弟弟 我错了 请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情 哥哥 救命 救命 就这样 周历盘特受到世尊弟子刮目相看 可是 城里的人还是笑他是个笨蛋 有天 我王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宫殿里来 你是周历盘特吧 这里不是你可以进入的地方啊 你说卫兵岂有此理 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你说什么 你说要吓他们 哎呀 这何必呢 今天好高兴啊 您来得好 请你们尽量的享用啊 国王 我还有一位弟子未到 现在他在门外没进来 这是多失礼的事 护卫队长 这是真的吗 不 外面没有类似佛弟子的人在啊 他是在门外的林子里头 不可能啊 无理队长 世尊这么讲 你就去确定的看看到底有没有 是 队长 真的要周历盘特进去啊 笑话 看到他就把他赶走 然后呢 跟国王报告 林子里没有人 知道吗 这是什么人啊 什么人 我是周历盘特 我也是周历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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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也是 林子里有很多弟子啊 而且每个都长得一样啊 每个都一样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啊 大家好像都很困扰 似乎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是 你可以问他们的名字 其中最先回答的就是了 你的名字是 我是周立盘特 这真的 周立盘特 就是 你 刚才失礼了 我来带路 好 之后全国上下再也没有人嘲笑周立盘特了 后来盘特兄弟和好继续修行 兄弟两人的名字甚至流传到后世 人计划